导演沉默了片刻,抬起手拍了拍魏无羡的肩膀,小魏啊,怎么了?眼睛疼。我那里有眼药水,你要不要低一下?魏无羡。魏无羡,不用了谢谢导演,我就是抽筋了。导演点头,又问,年轻人不要老是熬夜吗?对眼睛不好,你是昨晚又熬夜了吧?黑眼圈都出来了。 魏无羡忙不迭点头,是是是,这不是三个月付出劲组紧张,怕没状态,昨晚熬夜补原著呢?哈哈哈哈。导演眼睛一亮,又拍了几下魏无羡的肩膀,夸赞道,挺好的挺好的,我之前听网上传你仗着天赋好对角色不上心,从来不琢磨角色,现在一看果然是传言。 补原著对演戏确实有帮助,不过还是得注意身体,熬夜熬出黑眼圈可不应该啊。 魏无羡一夜,反驳道,那什么导演,我这不是黑眼圈。导演大惊,不是黑眼圈那是什么? 魏无羡悲愤道,这是卧残。 他们的对话没有刻意控制音量,从头到尾被一桌的工作人员全全听了过去,魏无羡话音刚落,笑声便从四面八方传来。 而他的耳边,狼望鸡落座的位置,也传来了一声轻飘的笑声,只不过这笑被压在舌底喉头,在嘈杂的包间里听不真切。 魏无羡只觉得后腰一苏,想回头去看却又没刚才乱嫖的那个胆子,纠结来纠结去,心里实在痒痒,于是装作夹菜,起身的间隙迅速向狼望鸡那里看了一眼,又对上了那双浅淡似水的毛子。 只不过这一次的眸光深处不再是以往的波澜不惊,仿佛蒙上了一层水雾,虽将那丝笑意稳稳地覆盖了住,却还是被魏无羡敏锐地捕捉到了。 只这一瞬间,魏无羡觉得春暖花开,万物复苏,整个人热地快要飞起来,他坐下后便猛灌了一大口水,漫无目的地想,也就是蓝湛不爱笑,他要是当众笑一次能把往上那群如狼似虎的女人缠哭。 别问魏无羡怎么知道的,因为他自己现在就是这么个状态。 剧组聚餐到后面便开始互相敬酒。 虽说第二天就要开工,但喝几口酒却没什么大问题,在场的各位都在圈子里混过几年,人品魏无羡说不上,但酒量却不能不好。 魏无羡自己的酒量就可以说得上千杯不醉。 最开始敬酒的是由饰演男三的男演员开始,男演员名叫金自勋,在圈子里算不上红,热度称死够得着三线。 据说金氏的老总是他亲戚,这次进组也是带姿硬塞进来的,本来要买的是男一,但剧本和投资方君是蓝氏的人,男一的角色也早就内定给了蓝忘机。 于是金自勋方便只好换了角色,接了男三的剧本。 他本可以不演,但奈何剧本好,宣传好,又有两个双料影帝的加盟。 在这部电影中,哪怕是出演男三,也要比烂片的男一容易吸粉,正常人都不会因为角色咖位问题拒绝这样一个大制作,金自勋也不例外。 他虽然不满意蓝忘机,却又不能真的说出口,便只能用其他方式找蓝忘机不痛快。 众人皆知魏无羡喜欢喝酒,节酒量很好,没少给他敬酒,但却没有一个人敢给蓝忘机敬,这也可以理解,毕竟是蓝氏的小蓝总,在座的演员当中,除了魏无羡外,没有人的咖位能与他平起平坐,魏无羡都没敬酒,其他人一抬眼见到他无甚表情的脸,也没那个胆子做那个出头鸟了。 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,不怕死的大有人在,金自勋同导演喝完后,便又给自己倒了一杯,静止绕过魏无羡,将那杯酒放到了蓝忘机面前。 一时之间,包间安静,落针可闻,树道目光直直看向两人,金自勋似乎很满意这样的氛围。 他嘴角弯了弯,在这一片寂静中开口,久仰蓝影帝大名,从前也看过很多您演的片子,特别崇拜您,今天第一次见面,想和蓝影帝喝一杯,不知道您赏不赏脸,给不给这个面子呢? 一番话说得恭恭敬敬,带着敬称,表面看着礼貌,却又十分咄咄逼人。 蓝忘机没有开口,只是看着金自勋手上的酒杯。 他不说话,包箱也没人敢说话,气氛逐渐有些结冰,正当金自勋又要张嘴时,蓝忘机才抬起头,锐利的目光直直看向他,看得金自勋一叶,准备好的说辞也因为他这个眼神卡在喉咙口。 蓝忘机说,我不喝酒。 金自勋卡了半天壳,将酒杯捏得紧了点,又继续道,我十分崇拜您, 不是说谎,知道您通告多工作忙,剧组这样的聚餐机会也不多,下一次可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,我戏份不多,提早杀青恐怕还等不到杀青聚餐,所以才趁此机会想和蓝影帝你喝一杯。 他没再继续说下去,但话语中的暗示却非常明显。 我这么诚心邀请你喝酒,只是喝一杯酒,也不是什么强人所难的事情,不喝便是落我的面子。 他逼得紧迫,又被一群人看着,蓝忘机垂下眼瞼,看向自己手边的酒杯,轻轻吸了一口气,手指刚动了动,便突然被另一只手按住。 他的心不受控制得越跳越快,顺着手臂一路往上看,入眼的是为无限那张俊俏带笑的脸, 只不过这笑笔之从前,少了几分诚意,而那双灵动的眸子当中,也带着不易察觉的不耐。 在十几人紧张的目光中,魏无限站起身,拿起自己的酒杯,脸上笑得热烈而又灿烂。 金字勋转身看他,便见魏无限抬起拿着酒杯的手,那杯中装着满满一杯的清酒,杯壁顺着主人碰杯的动作, 一下底上金字勋的杯口,发出钉的一声脆响。魏无限同他对视, 眯着眼睛笑道,蓝湛不喝酒,就不用这么逼着人家喝了, 万一顺着你喝下去,过敏了晕倒了,明天还开不开工? 责任又谁来负呢? 虽说男三戏份也不多,但你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, 怎么说也不能因为这种原因没法而用吧? 他话中带刺,暗示金字勋强人所难, 又骂他代资尽阻,逼得金字勋脸色一黑再黑, 前者却如同没看见一样,将杯中清酒一饮而尽, 又朝金字勋抬了台下巴,我带他陪你喝,我喝了,该你了。 话落,他将空杯转了个方向,往下倒了道, 一滴酒也没有剩下。 金字勋被他这番话机的胸口起伏, 却又不能反驳,只好张嘴将酒喝了, 留下一声冷笑,又走回了座位上。 魏无羡脸了笑意,盯着他的背影看了片刻, 食指抹撒着卑鄙,不知道在想什么。 他看了半晌,坐下时又换上了那附件谁都笑的模样, 余光一瞥,又赶紧将摸上蓝忘机手背的手抽了回来。 蓝忘机抬眼看他,魏无羡心跳得很快, 不知哪来的胆子,凑近他朝他眨眨眼睛, 小声抱歉道,不好意思啊蓝战, 我不是故意摸你的,我就是看你要去拿酒, 才按住你的,你不要介意。 他凑得近,灯光从上面打下, 蓝忘机连他脸上细小的绒毛都能看得清楚。 魏无羡睫毛卷翘,毛子亮晶晶的, 眼尾随着他的表情而下垂, 声音小小的对你说话,就这样盯着你, 仿佛是情人之间的耳语,亲密又黏人。 他的声音清朗,语气又刻意拖了长音, 压低了说话就显得像在撒娇。 蓝忘机被自己的想象吓了一跳, 他耳根染上一层粉红, 在未无限诚恳的目光中, 轻轻开口道,不介意。 他顿了片刻,又道,方才,谢谢你。